好,接著轉一轉,去到荷甲了 當然有雜台電腦,我們也要研究多少荷甲 這場應該值得研究,這場傳統上都是荷蘭的國家打給你 就是菲燕樂對著亞迪士 但是有一件事,菲燕樂近期... 荷蘭都強調清分、出色,年輕球員都在亞迪士,在PSB園奴分離 但是近幾年,這個世界什麼叫絕景也於逢生 窮途末路的菲燕樂,竟然出了很多優秀球員 是啊,幾位都屬於後防 菲燕樂今年是後防出了幾位國家隊 當然,老實說,那幾位球員的實力真是一般 例如後防的甄馬特、右閘的欣迪那位黑人球員 出得很快,攻擊力就非常強,防守又一般 即使菲燕樂今年,那兩三位入選國家隊後防球員 坦白說,甄馬特很普通要,欣迪就功強於手 所以你看到菲燕樂今年這球,長長不開大 因為那群後防真的頑皮 不過你不能否認,其實他這兩年賣了不少球員 去了PSG園奴分和馬直士第一球隊 但是你看到近期編迪樂,戰績好 戰績好近四場未輸過 聯賽來說,近三場是兩勝一和 還有其中一場作客是高寧斤 其實那場球也不容易打 但他們對於上一場,對於芬樂三比二贏 正正引證了習塞典奴所說,他們的防線差 所以近四場聯賽全部開大 零比三輸給PSG園奴分,五比一大炒NEC 另外二比二和高寧斤,還有作客三比二贏分落 阿職士威王,亂操,大家會罵他 但是那場失分,換來一場歐聯的贏,我覺得是值得的 無論在獎金角度,無論在分數角度都OK 不過那場球真的特別出色,正如文仙妮 對手的領隊賽路所說 阿職士打進攻方面 其實上半場已經比萬城好 不過是先失球 當然,我比較欣喜的地方 就是他入球的其中兩個球員 我都覺得阿職士應該要發光發熱 就是艾力臣和施安迪莊 最終兩個球員都入球 也幫球隊贏了 不過這場是否不用多考慮呢? 因為是入球大 即是這場球是國家打比,我就沒什麼疑問 因為是入球大 你說阿職士近了四場球,三場開大 所以當然,阿職士也要追回前面 現在失分頻頻 不可以比前線幾支球隊拋得太遠 所以我相信這場球簡單一點 再加上有一個好的因素就是 歐聯後遺症 你怎樣也有一點 因為對手是萬城 所付出的體能和精神都相對比較大 但再講講另一場的何甲賽事 P.S.P.奴芬今場,他近期也有點衰 但他作客的情況下,對施和尼又怎樣呢? 施和尼呢 這群球被擊死,我上星期看過華域克 他就去作客贏 你也猜不到 他居然排在15位,即是尾四位置 他上星期能夠作客贏華域克 表現OK 不過這群球挺有趣的 他主場比作客差 作客可以贏威廉二世,可以贏華域克 但他主場又輸給高寧根 又0比3輸給一隊作客一般的賀華高斯 亦都會0比輸給尼 竹靖這群球又有特點 我們常常強調一種 那種若然作客的情況下 先縮起後面打突擊 他可能在表現上或者踢法上更加對踢 他好像作客又和到烏德拉基 就算輸給菲英樂也是0比2輸 所以這群球竹靖見到他們在主場反而不著數 但P.S.P.奴芬你覺得怎樣? 歐巴就不要說了 真是激跪死人 當然你說 施和尼這隊球 今年都沒有怎樣 支撇賣馬 可見他有限 PSV見逃分 對著施和尼 其實你看到是很適合 因為PSV打4-3-3 那種雙逆齊飛 前面的藍絲 還有另外圖拿辛格 兩邊拉開空位之下 其實就算對密集型防守的球隊 反而是頗有利的 而施和尼這隊球偏偏有 比較密集型防守式的踢法 在這樣的情況下 我覺得PSV作客讓球半都沒有問題 也沒有問題 會不會開完呢? 有機會 大 初半就3-3-5 比較低水 現在升盤升到3-5 但我少少怕 PSV就贏3-0 所以我就大 反而信心不太多 我會對上盤信心大些 不過經過一場歐霸杯和球 我自己覺得 PSV和奴芬的球員都會自己醒神 這場球 在聯賽今年也起碼要拿一個錦標 聯賽冠軍 是要歐霸 我覺得如果你看回走勢 歐霸出線應該是沒有問題的 即是嚴格上應該是沒有問題的